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红字》 作者是纳萨尼尔·霍桑 他是美国最早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 也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 霍桑生活的年代啊 正是美国清教盛行的年代 他出生的萨勒姆镇是清教徒的聚集地 霍桑的几代祖先都是狂热的清教徒 这使他从小就接受了宗教教育 在霍桑的故乡 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冤案 萨勒姆女巫案 其因是当地好多年轻的女孩 突然就染上了一种浑身抽搐 大声尖叫的怪病 牧师认为是女巫所致 就严刑逼供捉拿女巫 导致19人被处以绞刑 一人被石头堆压死 这些被当作女巫的人 都是一些平时与清教规范的生活 格格不入的女性 事实上 从现代医学上讲 这些发病的女孩 只是感染了一种病菌而已 并不是女巫施了什么法 但是 二十个生命就这样惨死了 据说 霍桑的武士祖就是造成这起冤案的三大法官之一 这种负罪感一直伴随着霍桑 上大学之后 他还专门在自己姓氏多了一个字母 W 尽力使自己区别于不光彩的祖先 这也使他一直在思考宗教迫害的问题 霍桑的家族曾经是名门望族 但是在他的童年却家道中落 霍桑四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 九岁的时候 他因为意外导致跛脚 这些遭遇都导致霍桑从小就养成了独处的习惯 这种孤寂感一直弥漫在他的作品中 也让他愿意去关注那些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个体 霍桑的母亲在丈夫去世之后 一直郁郁寡欢 离群所居 甚至与家人也很少来往 霍桑从小就在母亲身上 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忧伤 儿时的经历 让霍桑敏感而细腻 尤其是对于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 充满了同情 《红字》这本小说的女主角海斯特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故事发生在夏天的一个早晨 一群当地居民守在监狱大门外 他们等待着 同时用恶毒的语言评论着一个叫做海斯特的女人 玉门终于打开了 一个怀抱着三个月大婴儿的年轻女人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屈辱 但是她依旧体态优美 目光坦然 她的衣服胸前 绣着一个红色的字母 A 这是英文通奸 adultary的第一个字母 她跟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 生下了一个女婴 犯了通奸罪 按照当地的法律 海斯特是要被判处死刑的 但是因为她原籍在英国 又年轻漂亮 教会认为她可能是受到了极大的诱惑 才堕落的 所以只判处海斯特在脚刑台上站立三个小时 并且要永远佩戴一个红色的字母A 作为惩罚 但是众人的羞辱比死刑还难受 从玉门到脚刑台的那一段路 没有多远 但在海斯特眼中却无比漫长 她每迈出一步 都感受到一阵剧痛 似乎她的心抛在街上 任凭他人见她 在众人的注视下 海斯特胸前的A字 显得格外亮眼 这个A字 是她自己用戏红布做的 四周用金色的丝线刺绣 手工精巧 配上海斯特身穿的长裙 居然显得十分华美 聚集在一起的本地妇女 本来是要羞辱她的 但是看到这个精巧的A字之后 却都不得不称赞她 做得一手好针线活 她把教会施加的终身成法 变成了自己身上最美丽的装饰 从小说一开始 作者就创造了一个关于反抗者的隐喻 众人对海斯特威逼利诱 千方百计劝她说出自己的同范 但是都被她拒绝了 无奈之下 教会只好派出德高望重的青年牧师 丁梅斯戴尔出面劝解她 但海斯特却直望着丁梅斯戴尔 深邃忧郁的眼睛说 这红字老得太深了 你无法把他取下来 但愿我能忍受住我自己的痛苦 也能忍受住他的痛苦 海斯特这句意味深长的回答 是小说最大的伏笔 在这里 霍桑也显示了他最擅长的 交织式心理描写 也就是将人物现实 想象以及回忆的内容交织起来 让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到 当时人物真实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感受 海斯特佩戴红字 怀抱婴儿 登上绞星台接受示众的惩罚时 觉得自己的记忆和过往 全都活跃起来 他不时感到场景在他眼前消失了 或者至少变得朦朦胧胧 不慎清晰 像一大堆支离破碎 光怪陆离的形象 他的思想 尤其是他的记忆 此时超乎寻常的活跃 不断地出现了其他的种种景象 海斯特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家园 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看到了某种重新开始的可能性 然而最后 海斯特看到了台上屈辱的自己 他是一个身犯大错 注定毕生受人侮辱的罪人 就在海斯特站在高处当众受辱的时候 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苍白瘦削 同时身体有一点畸形 左肩稍稍高于右肩 当时他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直到被押回狱中之后 再次与这个人相见 海斯特才确信 自己真的见到了此时他最不想见的人 他的丈夫 麒麟沃斯 原来两年前他们一起生活在荷兰 后来麒麟沃斯决定 飘洋过海到新英格兰地区定居 他先把自己的妻子送了过来 自己留下料理一些事物 但是却两年音信全无 两年之后 他突然出现在妻子面前 却发现妻子的怀里正抱着属于别人的孩子 但他又不愿意当众承认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所以决定隐姓埋名 以医生的身份居住在这里 他也不让海斯特告诉外人他们的关系 试图发现线索 找到海斯特的情人 并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他 说回海斯特 接受过惩罚之后 他就一个人带着女儿猪儿 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 其实他本可以离开这里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开始新生活 但他却选择留了下来 他留下来的理由是因为他深爱的人 也就是孩子的父亲 他的共犯生活在这里 海斯特在城镇的郊外 半岛的边缘处 不靠近任何居民区的地方 选了一间孤零零的小茅屋 当做自己的家 虽然生活孤寂 但却不至于让自己和孩子缺一少时 因为他掌握一门做针线活的好手艺 有意思的是 海斯特必须一直佩戴的A字 因为构思独特 做工精巧 竟然渐渐成为了他手艺高超的广告招牌 由他这双罪恶的手缝制出的绣品 渐渐地出现在了总督的领子上 军人的兽带上 牧师的领结上 婴儿的帽子上 不过 有一种服饰 当地人是绝对不会来找海斯特缝制的 那就是象征着新娘高贵真操的白面纱 他们好像是在以这种方式 集体表达对海斯特的嫌弃 清教社会 崇尚节俭和禁欲 好像一切的快乐 都是不道德的行为 为了融入环境 为自己赎罪 海斯特自己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除了维持生计之外 别无他求 但是他却尽力 为孩子提供自由自在的空间 在这里 清教徒的服饰一般以黑色为主 但他给猪儿的穿着 总是别出心裁 用色大胆 猪儿是海斯特生活下去的唯一力量 他们在阴沉的清教徒世界里 相依为命 既是这个社会里 最被排挤和蔑视的边缘人 也是这里唯一的两侧 一天 海斯特要到总督的宅邸 去给他送刚刚做好的手套 小猪儿陪母亲同去 他穿着一身鲜红的裙衫 在母亲周围跑来跑去 作家形容他 全身上下是一团火 像是感情积月时刻 不期而运的果实 作为一次通奸罪的产物 小猪儿身上没有丝毫罪孽的影子 反而是如此活泼可爱 生机勃勃 就是这样的一株小火苗 吸引了总督和宾客的注意 除了总督之外 在场的宾客 还有教会的老牧师 绞行台 劝谏海斯特的青年牧师 丁梅斯戴尔 和已经在城里定居两三年的 麒麟沃斯 就是海斯特的丈夫 丁梅斯戴尔 因为在教会事务上 呕心沥血 劳累过度 健康严重受损 麒麟沃斯 利用自己的医生身份 以照顾病情为理由 一步一步地接近丁梅斯戴尔 并且渐渐成为了 他身边最亲近的朋友 老牧师认为 海斯特是一个 失足的堕落的人 没能力让孩子 接受正统的教育 成为上帝忠诚的奴仆 所以想要把猪儿带走 交给别人抚养 情急之下 海斯特突然转身 面对丁梅斯戴尔 让他说句公道话 在这之前 他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 这位脸色苍白 神情憔悴的年轻人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丁梅斯戴尔 真的替海斯特说话了 他说 上帝赐给海斯特这个孩子 就是要拯救他母亲的灵魂 理应由母亲来培养 让这个孩子 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也让孩子的存在 时时刻刻提醒母亲 自己曾经的堕落 以便自省和悔改 丁梅斯戴尔的一番话 说服了总督 但是他却没有料到 这番距离力争 引起了麒麟沃斯的怀疑 他开始怀疑 和妻子偷情的 就是这位青年牧师 为了找到切实的证据 麒麟沃斯开始刺探他的隐私 引诱他吐露 使自己机遇成疾的秘密 终于有一天 他趁丁梅斯戴尔熟睡之时 悄悄地来到了他身旁 解开了他从来 不曾脱下的贴身衣物 在他的胸前 也发现了一枚大写的A字 原来丁梅斯戴尔 就是海斯特通奸的共犯 麒麟沃斯 这下确信了自己的怀疑 他找到机会 搬到丁梅斯戴尔的住处 与他合住 表面的理由 是为他提供更周到的治疗 实际上就是为了可以持续不断地 用心理战术 折磨他 削弱他的体力和精力 齐灵沃斯窥视丁梅斯戴尔的生活 逐渐发现 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牧师 但是正在因为某个秘密的原因 而不断遭受着良心的拷问 和内疚的折磨 齐灵沃斯确定 丁梅斯戴尔健康 每况愈下的原因正是心病 于是他就利用这一点 不断地跟丁梅斯戴尔 探讨肉体与灵魂的关系 探讨秘密和隐藏秘密的愧疚感 一点一点 加重牧师的心理负担 进而愈加地摧毁他的健康 比如有一次 齐灵沃斯再一次故意把话题 引到负罪感上来 齐灵沃斯一边用眼睛 偷偷观察着丁梅斯戴尔 一边问他 为什么一些有负罪感的人 明知道忏悔之后会获得轻松 却依旧不肯吐露秘密呢 一提到这个话题 丁梅斯戴尔就会紧紧捂住自己的胸口 像是有一阵剧烈的疼痛洗上心头 丁梅斯戴尔用牧师的口气解释说 这些人虽然有罪 但是仍然对上帝的荣光 与人类的幸福保持着热情 因此他们迟疑不决 畏缩不浅 不敢把自己见不得人的丑行 展示在人们眼前 他们只好默默忍受着难言的痛苦 接着 齐灵沃斯就会用 异乎寻常的强调口吻痛之道 这些人不过在欺骗自己罢了 他们害怕接受他们应得的耻辱 就这样 齐灵沃斯尽其所能地 以语言为武器 激发丁梅斯戴尔心中的各种负面情绪 让他愧疚 让他自责 让他自我厌弃 这样的生活 丁梅斯戴尔忍受了七年 丁梅斯戴尔不知道的是 在这七年里 海斯特一直执着地爱着他 他无法当面对丁梅斯戴尔表达这种深情 只好把这种爱 倾注到了养育猪儿和服务社会公益上 尽管有些人 还是会诊点 讥讽辱骂 但是他却以仁爱之心对待每一个人 他把自己微薄的收入分给穷人 在他们饥饿的时候送去食物 在他们寒冷的时候送去衣服 城里流行瘟疫的时候 海斯特望我工作 既救助病人 也在受难者临终的时刻送去安慰 就这样 海斯特一点一点地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尊重 他胸前象征罪孽的A字 在很多不了解往事的人眼里 已经变成了其他的意思 他们说那是能干 Able 是值得尊敬 Amarable 甚至是天使 Angel 如果说早年支撑海斯特的力量 是感情 是爱欲 但是 现在他的生活 早已从情感和情欲 转向了思想 他读书思考 更想知道 生而为女人 自己存在的意义 但他渐渐发现 和七零沃斯住在一起的爱人 丁梅斯戴尔 已经濒临崩溃 他决定 要拯救自己心爱的人 他与丁梅斯戴尔 在森林中单独见面 他向他表达爱意 提出和他一起 带着猪儿私奔的请求 此时 距离两人在爱欲的怂恿下犯下罪过 已经长达七年之久 海斯特看到心爱之人 在罪恶与内疚的重压之下 已经被折磨得 受削而孱弱 他内心涌起了复杂的感情 有怜爱 有后悔 有自责 有心疼 作者再次展现了 精湛的心理描写技巧 霍桑写道 海斯特怀着突发的绝望的柔情 甩开双臂 搂住丁梅斯戴尔 把他的头紧紧压在自己胸怀里 没有顾及到他的面颊 正贴在那个红字上 这个拥抱包含了太多的意味 有这七年来 海斯特一直压抑在心中的深情 有他对命运不公的反抗 和敢爱敢恨的坚决 当然 还有海斯特 对这七年来 独自承受所有羞辱和伤害的宣泄 七年来 所有的难言之苦 全都在爱人的怀抱里终结 全世界都对他促眉而逝 漫漫七年 全世界都对这个孤寂的富人 促眉而逝 可是他忍受了这一切 甚至从来没有一次 调转开他坚定而忧伤的目光 上天也同样对他促眉而逝 但他挺了过来 没有死 然而 这个苍白的 衰弱的 有罪的 和伤心的男人的皱眉 却是海斯特所忍受不了的 会使他没法活下去 面对自己的苦难 海斯特是足够坚强的 他可以忍受一切 但是面前爱人的苦难 海斯特无法妥协 他必须奋起抗争 向爱人深情告白之后 海斯特摘下了红字 把他丢到小溪里 以示决心 海斯特扔掉那个耻辱的标记之后 深深地输了一口气 他的精神摆脱了耻辱和苦闷的重压 一片红韵在他苍白的脸上燃烧 他的女性美 他的青春 以及他的绰约风资 全都回来了 但是丁梅斯戴尔受到宗教的束缚 认为私奔是罪上加罪 一直犹豫不决 但他最后 还是同意了海斯特的请求 决定完成宗教节日上的庆祝步道之后 就与海斯特母女一块乘船离开 丁梅斯戴尔在节日上的步道很成功 但是步道结束后 他却突然变得非常衰弱苍白 步履亮呛 内心的负罪感和良心的谴责 最终还是战胜了他出逃的意志 在经过当年海斯特受辱的绞刑台时 他在海斯特的搀扶下 当众说出了埋藏心底七年的秘密 他就是诸儿的父亲 当年他站在这里 一边隐瞒自己的罪责 一边假意规劝海斯特说出同范 现在他终于敢于承担自己的罪孽了 随后 这位心力交瘁的牧师 竟然就倒在台上死去了 齐灵沃斯把复仇当作了唯一的目的 牧师死后 他也失去了生活的依托 他的全部体力和精力 全部智力和活力 好像都在一夜之间枯萎了 牧师去世一年之后 他也郁郁而死 齐灵沃斯把一笔丰厚的遗产 留给了他曾经痛恨的猪儿 在这笔钱的资助下 已经出落的楚楚可人的猪儿 跟随母亲去了欧洲 与一位贵族相识并结婚 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后来海斯特又回到了波士顿 胸前依旧佩戴着那枚红字 继续行善 海斯特去世的时候 他紧挨着牧师的坟墓下葬 两座坟墓共用一块墓碑 上面刻着一行名文 漆黑的土地 鲜活的A字 这部关于罪恶与救赎的悲剧 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 但作者在其中放入了很多象征含义 这是红字最重要的艺术特点之一 而红色的字母A 则是书中最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大量的情节中都存在这个A字 最开始 当局让海斯特终身佩戴A字时 是一种惩罚措施 指他犯了通奸罪 以此来羞辱他 但同时 海斯特的情人 牧师的名字叫亚瑟 英文写作Arthur 作家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他也用这个字母A代指牧师 也就是说 当所有人都觉得 海斯特是在承受惩罚时 他则是在胸前 骄傲地佩戴着爱人的名字 用自己的爱情 反抗着冷酷的清教道德 小说结尾处 当这对爱人 终于比临而葬 他们合用的墓碑上 刻着的那个鲜红的A字 也是代表了英文中 爱情这个词 Amorous 除了字母A 还有一个象征意象 值得注意 那就是绞刑台 绞刑台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三次 第一次是在小说开篇 海斯特 兄弟A字 站在高处 势重三小时 接受侮辱 绞刑台在这里代表着清规戒律 代表着清教社会 不可触犯的法律制度 第二次是牧师 在海斯特丈夫长期的精神折磨下 心力焦脆 他无数次想在步道的时候 讲出自己就是猪儿父亲的真相 但是都因为恐惧而没能实现 渐渐的牧师出现了梦游的病症 一次他在深夜 独自来到了绞刑台 他站在绞刑台上 讲出真相 大声尖叫 在这里 绞刑台变成了赎罪之地 像教堂中的忏悔式 角色在这里回顾自己的过往 审视自己的灵魂 第三次是故事的高潮部分 牧师与海斯特母女相认 牧师决定 在节日上 做最后一次步道 就带着母女二人私奔 就在最后一次的步道上 牧师迎来了他一生中 最辉煌最荣耀的时刻 他的步道感人至深 他的听众对他交口称赞 在所有人眼中 他就是神圣的化身 但就在节日游行的队伍 走过绞刑台时 他似乎受到了命运的指引 他邀请海斯特和朱尔 一块站在了绞刑台上 在这里 他终于说出了多年来 不曾说出的心里话 我是海斯特的同伴 我是朱尔的父亲 我七年前就应该站到这里 接受审判 牧师讲出真相后 他撕开胸前的拾袋 袒露了自己胸上红字的烙印 然后停止了呼吸 没有人能解释 这个红色烙印是怎么来的 一直保持沉默的群众 犹如目睹了一个奇迹 牧师人生的最后一次步道 实际上是在绞刑台上完成的 他以生命赎罪 让众人感受到了 真爱的庄严和伟大 终于 绞刑台变成了步道台 成为传播新思想 和新道德的策源地 说完了这本小说的独特手法 我们再来讲讲它的主题 红字是以17世纪 清教徒殖民统治下的北美为背景 清教徒的价值观 是理解这本小说 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 清教是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 起源于16世纪的英国 后来大部分的清教徒 都逃亡到美国 所以人们说起清教 一般都是指美国的清教 美国的清教 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派别 而是一种态度和价值观念 清教徒认为 每个个体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 把圣经当作唯一的权威 清教徒认为 人是上帝财富的托管人 所以必须要勤奋工作 禁欲节俭 清教的伦理观 限制一切享乐活动 要求把消费行为降到最低 然后把支出全都用于增长财富 后来清教主义渐渐发展到极端 过于强调人类理性的价值 排斥感情 禁绝欲望 压抑人本能的天性 在红字的故事发生的时代 清教徒只能穿戴黑色的简单服饰 甚至还有专门的法律 禁止平民百姓铺张浪费 清教徒家庭的家规也非常严苛 妇女上街微笑都要处以监禁 儿童嬉戏打闹 也会遭受到戒齿抽打 霍桑反对这种清教的专制 他不断在红字中强调自然人的概念 他认为人的自然存在先于道德存在 人生来具有的本能和欲望是应该被认可的 所以他才创造了一个勇敢而强健的女人海斯特 展现她的女性美和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忠诚 对生活的热爱 对宗教束缚的反抗 不过呢 没有一个作家是可以脱离自己的时代进行创作的 清教主义还是对霍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特别是原罪观念 原罪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亚当夏娃受到蛇的诱惑 违背了上帝的禁令 偷吃了伊甸园里的苹果犯了罪 亚当夏娃又是人类的始祖 这个罪过便传给了所有亚当夏娃的后代 这就引申出了人生而有罪的观念 在清教徒看来 既然人生而有罪 人性本恶 人生就是一个赎罪的过程 每个人都应该信奉上帝 禁绝欲望 节俭生活 勤奋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救赎 受这样的思想影响 霍桑一生都专注于对人性之恶的挖掘 去想人如何能赎罪 霍桑相信爱和伦理的力量 他认为只要人类努力进化自己的内心世界 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以仁爱之心对待整个世界 就能消除原罪拯救自己的灵魂 就像海斯特 他的原罪是情欲 但他既没有自怨自意 也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承认自己的过错 接受应有的惩罚 他是上帝公顺的子民 也是宗教教条的反抗者 他没有放弃懦弱的爱人 也没有离开这块罪恶的土地 而是把小爱转化为大爱 用仁慈和善良 转变了人们对自己的看法 把罪恶之身 转变成了圣徒的化身 比起被动接受惩罚 主动向善和自我净化 才是人们真正的救赎之路 对于海斯特来说 堕落是原罪 是反抗 也是自我救赎之路的开始 丁梅斯戴尔的罪更复杂 他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 始终在宗教教义和尘世幸福之间徘徊 人之常情的爱和欲望 却成为了他的原罪 使他陷入痛苦的深渊 不能自拔 一方面 他真诚悔过 渴望赎罪 但是却又因为性格上的懦弱 无法公开自己肩负的身份 遭受到了更深刻的良心谴责 违背教义是一种罪 隐瞒罪行更是一种罪 但霍桑的深刻之处在于 他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强烈的同情心 让读者感受到丁梅斯戴尔 不敢反抗 不敢反抗固有观念 放弃了对爱和生活的热望 其实也是一种罪 这种罪行辜负了爱人 也辜负了自己 更是辜负了人身而为人的权利和尊严 红字的主题是矛盾的 霍桑一方面 极力反对清教主义对人性的扼杀 认可世俗的幸福生活 赞美人性和真爱的可贵 但同时 他也不可避免地认同清教思想中 关于原罪和救赎的观点 这种矛盾也体现在了 小说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求索 就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曾面对过选择的迷茫 如何在忠于内心 和完成社会期待中找到平衡 是我们终身需要探讨的课题 好的 霍桑的红字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